是在北京地铁奥运支线南端的始发站北土城站 从今天开始奥运支线就正式的开通载客试运营了 但是仅限于持有我这种奥林匹克中心区通行证的媒体记者 志愿者和奥运服务人员才能够乘坐 在奥运会期间持有当日当次比赛门票的观众也能够免费的乘坐 本月19号开始空载运行的北京地铁奥运支线 今天虽然开始了载客试运营 但第一天车站和车厢都比较冷清 主要原因是它并不对外开放 普通市民只有在奥运会残奥会结束之后才能搭乘 非常新很有特色 感觉到非常浓厚的奥运的氛围 全长4.5公里的奥运支线共设有奥体中心站 奥林匹克公园站等四个地下车站 站厅青花瓷亭台楼阁等设计有着浓郁的中国元素 同时又结合了奥林匹克文化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不过目前乘坐奥运支线进站出站都必须经过严格的安检 新华社记者报道